大家好,我是韩寒 是这么说 很高兴我的电影要在日本和大家见面了 其实我自己也看过非常多日本的电影 也和很多日本优秀的电影工作者一起合作过 比如说像小林无始老师 那我的第一部电影《后悔无期》 就是小林无始帮我做的电音乐 她的音乐非常的棒 特别期待可以和她再次的合作 那这一次《飞驰人生》 她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拉利车手的故事 Rally Driver 怎么说呢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职业车手 参加了很多年的职业比赛 在日本也跑过Formula BMW 是在Auto Police的赛道 当然平时也知道很多日本车手的故事 包括日本摩托车手的故事 包括我们的这个投文字D在中国也是非常的流行 那所以说对日本的赛车文化也是有着相当的了解 所以呢很高兴是一部这个中国的讲拉利赛的电影可以在日本带给大家 这个电影里面我们拍赛车其实是花了非常大的精力 因为我本身也是跑了十多年的拉利比赛 成绩还可以哦 我在中国拿过七个拉利赛的年度总冠军 我们试图用最专业的方法去呈现拉利赛 在非常高的海拔拍了将近两个月 用的都是非常高级别的这个四驱赛车 大概有450匹马力 然后有700牛米左右 那加速也都是非常的快 的确在这么高海拔拍赛车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赛车经常会损坏 而且我们知道很少有拍拉利赛的电影 就是因为拉利赛不好拍 呃在沙石路面上 如果你跟拍车跟在后面呢 都是烟什么都看不到 开在前面呢 那赛车什么都看不到 而且跟拍车的速度是根本追不上赛车的 所以我们用了很多别的方法 有很多这个优秀的车手 一起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些拉利赛的画面 应该来说也是 嗯也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拉利赛电影吧 希望大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可以非常的喜欢 那这部电影的主演呢 是沈腾黄景瑜 呃影镇影坊 然后包括本玉啊 他们很多优秀的演员 沈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喜剧演员 他不光是一个很好的喜剧演员 而且他的表演其实非常的有深度 呃我相信大家可以在电影里看到他的表现 因为一个喜剧演员的核心 我认为他一定是悲剧的部分 那我觉得沈腾是非常棒的 那黄景瑜就很帅了 而且他演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职业车手 呃演得非常好 呃那像 我们的这个领航员 两位车手的领航员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比如说这个很帅气的专业的影坊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孙宇强是由影镇来扮演的 那影镇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他自己非常的热爱赛车 同时呢 他也是一个摩托车手 呃他自己在参加这个专业的摩托车比赛 可以说我们这个剧组都大家对赛车 对motor racing都是非常有情感的 所以才会有我们这样 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凝聚力 嗯 另外呢 这部片子的主题曲 也是由阿信演唱啊 五月天的阿信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 叫一半人生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歌曲 那好了 我这个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导演 已经说的有点太多了啊 不能说这么多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电影 谢谢 谢谢 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在天热的时候 早日在富士山登顶